始終弱了那麼久 但始終中長線都要看著整件事 儘量處置先 所以如果現在大家要佈署內房 我想一來都是比較偏向快想快樂的選擇 或者偏向風險高一點的選擇 所以可能傾向駐馬上一來少一點 二來就比較短打一點 我想就可以留意 甚至乎如果真的要選擇 我想都選擇一些安全一點的 可能一來負債水平沒有那麼高的內房 例如反面見到的六伯伯這些 起碼相對你都不會太擔心 它有什麼債務的問題 或者有些貨銷連環算的問題 相對這些來說會比較安全一點 可能是短線的 安全一點的內房會不會反撲的力度 又會相對弱一點 這是一定的 始終風險和回報是相向的 你選擇一些比較進取型的東西 自然可能得到回報就會高一點 但始終本身的板塊還是屬於偏高的風險 我想你再在裡面選擇一些這麼進取 除非你真的很短線 還有駐馬是再少一些 這些可以選擇的 但如果開始有些人想帶著一點來計算 我都會建議選擇安全一點的股票會比較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